這個不是主動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去年那個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 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的很嚴重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不給人救你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想推人 你報警你不要再推人 你不要動手 不公義的地道 公平應該在地上才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到 五月大會決定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擊中改革派宋徒的節目 門徒公義 今天是第87集 繼續有我Hawy 還有很久沒有開咪的 Roger 又好像不是很久 上次什麼時候 算了 我還是不要提 真的 真的 對 跟大家去聊 開咪 Roger 你好像 正在回到新的暑期公 對嗎 對 我在屯門某院社 正在回到康座里 今天是第二天嗎 對 第二天 感覺如何 感覺就良好 公公婆婆都很有趣 很有趣 那就好 繼續 繼續努力 今天我們的話題 都跟尋供 或者做義工有關的 不約而堂 在Part1說一下 過去這個禮拜 相信也是這個教會裡面的熱話 就是這個 廣福堂 播道會的廣福堂 正所謂 信仰神正的神學院 這件事件 信仰神正的神學院 沒錯 話說 這個播道會的廣福堂 上星期 在教州部 刊登一個 招聘區目的廣告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為什麼呢 因為他聘請 移動區 學清區 甚至夫婦區的 拘捕 他都有一個要求 就是他資歷上的要求 就是一定要在 這個信仰神正的神學院畢業 會是 嗯 結果很多人去關注 咦 難道在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 有些神學院 是信仰不神正的嗎 對 應該要開名 讓我叫朋友不要去讀 啊 有些人 懂得看 就要看留言 有些人就馬上開名 就說 喂 其實是不是在說崇基啊 因為崇基那間 經常叫人上街啊 叫人去佔領 是不是在說這間呢 可能也不奇怪 是不是要愛國愛港那些啊 對 所以這些崇基神學院 就會被廣福堂 視為崇正 這樣 於是也有很多人有意見 這樣 有些人就會覺得 哦 你只是擺明說崇基而已 大家都知道 三宗 三宗是不聘請崇基畢業的神學生的 這幾乎都是所謂圈內的 半公開的秘密 嗯 嗯 嗯 甚至乎有些人就說 嘿 你講福堂這樣說 不如索性 只是寫到明 請波道神學院畢業的人 就算了 他應該不會這麼明目張膽地說 波道神學院畢業生優先 啊 或者你跟自己中派送養相近 但是可能會這樣寫 會不會又被人覺得是歧視呢 會不會被人 這樣寫會不會被人覺得是歧視呢 這樣 有些人還搞笑 有些人說 蛤 什麼宋養崇正 是不是愛國愛港 就算是宋養崇正呢 這樣 咦 可能是 啊 真的 那麼很多 比較多人注意到 就是這個 從道衛理聯合教會 前會長 袁天佑牧思 他自己在Facebook 那個 的一個留言 他就去 去反問 就是說 他也想知道究竟哪間神學院 才是一間信仰崇正的神學院 誰可以做判斷呢 上帝 只有上帝判斷 他就覺得 我真的無知 寬恕我無知 香港教會今天還有這種思維 實在有些可悲 真的 真的可悲 對於袁牧思的留言 就是這樣 在這裡 其實我今節 想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 評論 我們很多時候 在網上 會看到很多批評 我們都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當我們做了一個節目的時候 我們嘗試做好一個評論 所以今節我嘗試 只是想示範一下 首先 我必須說 我和袁天佑牧思的看法 我不是太過同意 袁牧思覺得 除了上帝之外 沒有人能夠去判斷 什麼是所謂的 信仰崇正 這件事 但是我必須說 在教會的二千多年的歷史 其實 教會的歷史 不斷在做這件事 教會的歷史 其實就是不斷在做 如何去判斷 一個送養 是否夠崇正 在歷勢裡 開了很多大公會議 有些不同的誦經 例如 仕途誦經 或者我們比較熟悉的 尼西亞誦經等等 其實他就嘗試 去不斷去判斷 不斷去寫明 究竟一個送養是怎樣 我們送什麼呢 我們送的 例如三位提的是什麼呢 耶穌基督又是怎樣 聖靈又是怎樣 其實是嘗試去寫清楚 於是就能夠分辨出 什麼是正統 什麼是異端 教會的歷史 是不斷在做這件事的 就算到我們現在的新教 我們也是在做這件事的 例如我們經常說 全靈神 我們也罵過的全靈神 或者這個 以前的耶征 耶華見證人等等 這些是異端 這樣 也有一個判斷 也有判斷 如果我們說 沒有人可以判斷 什麼叫做崇正的信仰 如果判斷不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不能夠 就說任何一個是異端 當你說異端的時候 其實我們本身是 有一個判斷在這裡 所以如果站在教會 這個歷史的角度來看 我就對於 袁木斯這個看法 我是有一點 不能夠去同意的 所以其實評論這件事的 關鍵就不是說 究竟誰可以判斷 任何為送養崇正 而那個重點反而 就是在送養崇正 這四個字 我覺得 其實播道會降福堂 他堅持 他高舉送養崇正 這個要求 其實是沒有錯的 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新教徒 難道我們覺得 送養不崇正 沒有問題嗎 我們覺得 反而降福堂 去強調 所謂崇正的送養 是真的沒有問題的 甚至乎 如果你問我 今天 香港教會有這麼多問題 所謂的 抗堂 堂會化 有限公司化 中產化 甚至離地 堅離地 不追求社會公義 這些問題上 香港教會發生這麼多問題 如果你問我 要用很簡單的說話 去總結 究竟 教會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就會說 正如 港福堂所說 今天的香港的教會 就是不能夠堅持一個 崇正的送養 在這點上出現了問題 Roger 你知道什麼叫崇正嗎? 崇正 有半滴尿 這樣就有責任 這樣就不是一個崇正 崇正 崇正是完全不能夠去溶釀 半滴的責任 這樣才是為之崇正 港福堂 他堅持一個崇正的送養 其實是對的 絕對說得好 所以今天我們示範什麼是 要是其非 非其非 經常都有人說 我們門徒只會罵人 這是絕對不正確的 我們是會罵人 但是要讚賞 要說得對的時候 我們同樣都會讚賞 正如港福堂 他說這個 要高舉 要堅持送養崇正 是絕對對的 非常值得鼓勵 對 絕對值得鼓勵 我們要認罪悔改 所以以下這段時間 我就是用來要讚賞港福堂 我覺得港福堂 既然他要求現在新來的同工 全部都要是送養崇正的時候 我鼓勵他們 他們也要同樣對於現在的牧師 同工 或者執事 宋徒 全部都要送養崇正 對不對 因為你不可能的 你申請那些 就要崇正 沒有理由 現在那些就可以不崇正 對不對 沒有理由大勢超 對 沒有理由大勢超 一定要一事同仁 這樣才公平 對不對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港福堂 港福堂的榮優牧師 是吳中文 很多人認識那位 吳中文牧師 你現在要馬上退出 這個福音盛會的顧問名單 因為在今年 這個福音盛會的顧問名單當中 我查過是有吳中文牧師的名字 在這種情況之下 既然港福堂要堅持送養崇正的時候 吳中文牧師要馬上退出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福音盛會 所傳的福音 吳淳正 他不是傳一個福音 他是傳一個恨福音 絕對不崇正 記不記得 不可以有任何雜質 這個福音 哪裏才能夠受到 港福堂既然堅持 去高舉崇正這件事 你沒理由跟這個福音盛會同流合污 你自己一個這麼出名 這麼知心的牧師 榮憂牧師 吳中文 沒理由同流合污 要馬上退出 馬上退出 顧問名單 對呀 給一點矜持來看 當然 還有港福堂 都要宣佈不支持這個福音盛會 在無論資源 人力 金錢等等 退出 完全不要再支持這個年底會舉行 這個假的福音盛會 因為你們是一間高舉崇正送養的教會 所以你們沒有可能 你們沒有可能同流合污 立即退出 簡直是要帶頭杯葛這個盛會 沒錯 帶頭杯葛 像我們門徒一樣 一起加入杯葛這個福音盛會的行列 因為你們堅持送養崇正的一間教會 第一件事要做的 第二件事 港福堂要做的就是要公開譴責 吳中文牧師 雖然吳中文是你們的榮優牧師 但是在過去 他有很多言論 不是根據一個崇正的信仰去說的 包括他在2010年的時候 他曾經曲解了羅馬書十三章一至七節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嗎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嗎 他說這句話 喂 你們要順復掌權者 甚至乎他提議過 如果五區公投裡面 除了泛民之外 還有其他的後選人 即是建制後選人 你們要支持他 對於那些議會搞事的人 你們要反對他們 表達你的不滿 喂 聖經也不是這樣教我們 你怎麼可以斷章取義 只要拿羅馬書十三章一至七節 就去說 喂 那我們就要所謂掌權者 你不要拿啟事 你不要說是舊約 整本聖經其實就是 對於政權有一個譴責 你的斷章取義 還有大家記得 大家記得 在2013年的時候 即是在這個所謂 戰令發生之前那一年 曾經吳中文說過什麼 大家記得吳中文牧師說過什麼 他明報訪問的時候 對於戰令的看法 他說 如果哪個戰令 哪個犯法 就要驅逐出教會 大家記得嗎 教會 教會不是這樣的 教會是一個團體 是一個去追求公義的團體 如果這樣的時候 第一個要去驅逐的是誰 犯法 就要驅逐出教會 那誰是第一個犯法 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是被羅馬政府判斷為犯人 也挺好笑的 教會經常說是接納罪人的地方 但教會居然會驅逐罪人出教會 所以 吳中文牧師 在過去幾年 他說了很多話 是不宗養不夠崇正的 那怎樣 廣福堂現在要求堅持宗養崇正 那要怎樣做 那要怎樣做 當然要跟這位吳中文牧師去割席 吳中文牧師 他有沒有為他過去幾年的言論道歉 有沒有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 那沒有的時候要怎樣 說完這些話 完全偏離宗養不夠崇正 那一間宗養崇正的教會要怎樣 就是要譴責他 譴責他 割席他 說要榮優 榮優都要踢出教會 那你才可以堅持到你的宗養崇正 對不對 就是 沒錯 還有 港福堂的執事 你們要注意 你們現在放在教會那塊牌 即是私人地方廁所不愛者 那塊告示 立刻拿走他 你要立刻拿走他 因為 為什麼 教會不是一個私人會所 教會不是你自己的地方 不是一個私人性質 教會有一個公共性 我們應該開放給市民 他不是一個私人俱樂部 你當教會是一個私人地方 你的宗養不崇正 你會立刻走差了 對嗎 對 要認罪悔改 沒錯 所以既然港福堂 你是堅持要信仰崇正的時候 拿開那塊牌 開放你的教會 接下來是七一 七一有遊行 他們是金鐘 如果有人上來借廁所 你就不要說私人地方不得 廁所不愛借 讓他開放給所有遊行人士 上去去一個漂亮的廁所 讓他舒舒服服 再去遊行這樣才對 對 直到要讓他們在這裡休息 這樣才能夠讓人看到 你們是一間 送養崇正的教會 真是 所以我絕對支持港福堂 我覺得他講得沒錯 他們堅持送養崇正這件事 我甚至覺得 今時今日所有香港教會都要去效法 要去追求這件事 你想想 如果我們今天香港的教會 全部都是堅持送養崇正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教會成神這樣 用二十一去抗堂 一定不會 當然不會 聖經怎麼教導我們 聖經教導我們 要把財富擠在天上 不是放在地上 地上會有蟲子咬 還有耶穌基督叫我們 把福音傳到地極 不是把人帶在教會裡面 不是把教會去得很厲害 然後把人來到我們那裡就可以了 我們不用出去 不是這樣教導的 一個崇正的送養是怎樣的 就要堅持去執行 聖經耶穌基督所教導我們 不要把財富擠在天上 放棄抗堂 現在不抗堂了 我們籌到那幾億怎麼做 我們買盒盒 然後捐給窮人 然後去探訪露宿者 那幾億不要抗堂了 抗堂是不信仰崇正的一件事 我們馬上去周濟窮人 這樣才能夠彰顯到一個崇正的送養 還有這個 播道會裡面還有一間同福堂 記得嗎 港福堂的姐妹堂和福堂 他們還沒有兩個很有名的會友 是不是陳茂波和梁美芬呢 是啊沒錯 幾年之前 牧師曾經公開呼籲信徒為祈禱 後來當選了 那要怎麼做呢 播道會的同福堂 你們都要效法這個送養崇正 立刻譴責這兩個弟兄姊妹 立刻和這兩個弟兄姊妹要求悔改 陳茂波和梁美芬 好事多維 他們好事多維到 我想再用幾集節目都說不完 那你教會 唐福堂 有這樣的弟兄姊妹 雖然一個是財政司 一個是立法會議員 那怎麼辦呢 他們做錯了 全香港人都知道他們做錯了 不是幾個圖都知道他們坐得很離譜 那教會要怎麼辦呢 跟他們保持距離 跟政權要保持距離 千萬不要跟政權同流合污 他們是政權 財政司 立法會議員 但他們是建制派 政府 是689的班子 那跟福堂要怎樣呢 合法講福堂 堅持一個送養崇政的原則 要他們悔改 要不然就怎樣呢 驅逐出教會 驅逐出教會 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了一個財政司 沒有了一個立法會議員 甚至乎有些會友會送走了 沒有問題的 一間送養崇政的教會 不會去care這些事情 他們不會care會友少了 也不會care 究竟那些奉獻少了 一定不會的 一間送養崇政的教會 最care的是什麼呢 上帝的道 為了上帝的道 沒有了財政司有多閒 沒有了立法會議員會友有多閒 甚至沒有了數以百萬計的奉獻 沒有問題的 只要送養崇政就可以了 當然 甚至乎那些什麼 以納基金 甚至什麼基督外國民主運動 那些 不要再出那些討文 不要再出那些討文 什麼為中港掌權者討稿 這些完全 都不是一個送養崇政的機構 一個團體 會出的討文 香港人都看到 都不相信你 都已經是 一個送養崇政的團體 會不會做這些事 一定不會 不會的 所以像羅序所說 就解散了它 既然送養崇政這麼重要的時候 我們要為了這個 不惜犧牲 一兩個機構有多閒 沒有問題的 因為送養崇政的教 是容不下半點雜質的 你不會被半滴屎 半滴尿去沾污了你 所以這些義立基金 或者這些基督外國民主運動 要怎麼做 就接了它 很簡單 對呀 接了它 那我們就能夠保存了 香港基督教的 信仰崇政 就是這樣 所以 港福堂 在這件事上 他堅持信仰崇政 沒有問題的 甚至乎我覺得 香港的教會 是需要去追求這件事 真的 好 那有沒有什麼 補充 沒有了 那我們休息一下 第二節再講第二個話題